家人们 莱科觉得糖了 用放大镜看烹然儿 石器他访女三增沉沉究竟有多甜呢 在节目中途 就能主动抱抱亲亲夏英哥 但夏英哥却认为最会的还属于石器 你就看看石器的照片好不好 行 而石器究竟有多会呢 第一晚心动留言中 女三增沉沉问石器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 我跟你的理想型完全不一样的话 你还会对我感兴趣吗 石器则是起身用沙子 在地上写了个会字 而在舞会上 节目组在宣布可以邀请新搭档的时候 石器便一直偷偷盯着女三增沉沉 最后直接便是邀请了他同舞 而经历七天隔离期后 为了见到心仪的人 石器其实跑得比热能还快 但增沉沉却跑得比夏英哥慢 而与增沉沉久别重逢后 他便一直黏在他身边 离开甘孜时 热能帮夏英哥抬行力 抬到使出洪荒之力 而石器直接拿有力 拎起了增沉沉的箱子 切烤乳毒的时候 石器拿到手的肉 也是第一个先拿给增沉沉 当晚得知离别倒计时时 热能抱着夏英哥的大腿痛哭 而石器其实也是抱着安慰 坐在床上的增沉沉 而倒数第二瓦 石器就算是为他烤肉 也是不忘配合着他拍照片 此时此刻 希望石器不会感到灰气 而下一期的放大镜 我们有缘再见吧